对于德云社的演员们来讲 能够上到德云斗孝社这档综艺 对事业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也是对德云社演员的一种肯定 毕竟还有相声敬眼环节 需要有一定的相声功底 比如张久南十年4612场的演出 有着充足的舞台经验 所有演员可以说是拿出十分的努力 只为了留住更多的粉丝 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人气 所有参与者中最可惜的无疑是烧饼 这位郭德纲口中的儿徒 本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扭转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 很可惜的是烧饼不仅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反而因为低情商的表现 让更多的观众本转路路转黑 这也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如今节目已经播出四期 在之前的节目中 烧饼作为队长被淘汰 不少人都觉得他肯定是不高兴了 因为在后面的节目中 他一直都是黑脸 因为黑脸 烧饼也受到了网络暴力 不少人都说他玩不起 还有人直接嘲讽他 基础没打好 也许能力不行 这对一个相声演员来说 应该是最大的侮辱了 大家都知道 笑声也有竞技之分 观众的反应对于表演者来说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场节目下来 如果观众觉得不行 演员确实会很失落 看过上一季节目的 应该不会怀疑烧饼的能力 因为他在相声表演中 表现一直非常不错 被淘汰之后 作为郭德纲早期弟子 他也觉得很丢人 黑脸是很正常的 但不是针对师兄弟 不过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鸾云萍也被淘汰 烧饼不再是唯一一个 被观众嫌弃的队长 于是在这一期节目中 他心情还挺好的 网友也调侃他 烧饼总算是笑了 在最近一期结尾的时候 郭德纲为坐冷板凳的问题 做出了自己的总结 这既是在点醒烧饼 也是为他做出解释 除了烧饼之外 其他坐冷板凳的队员 都积极的为其他师兄弟的表现鼓掌 即使作为旁观者 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可以说这段总结 是郭德纲专门为儿徒来讲的 怎么才能安安稳稳的 坐好冷板凳 对于队员来讲 要么是水平要不行 第二还得没修没造 不要自尊心太强 烧饼的问题就在于 想赢的心理包袱太重 本来只是娱乐节目 输赢不重要 关键是大家 开心 观众开心 可以说 只子莫若妇 烧饼从小就跟在郭德纲身边 烧饼什么样的性格 相信郭德纲也是知道的 烧饼这种不合时宜的自尊心 实际上对于娱乐综艺节目来讲 没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是一种阻碍 郭德纲也是用调侃的方式 劝烧饼不要有这样的心理包袱 有时候就要没修没造一点